各位观众早晨,欢迎收看要财财经台环球追踪 我们先来看看昨晚美股收市的表现 纽位股市跌超过1% 是结束过去四天的升市 美国今晚将会公布上个月非农业职位的数据 投资者入市态度谨慎 看到杜瓊斯指数昨晚收报在11,493点 跌了119点 纳斯达克指数报2546点 跌了33点 而标准普尔500指数报1204点 跌了14点 见到金融股的沽压是最大 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和高盛都是跌超过3% 而美国联储局就要求聘请顾问公司 去调查高盛对按揭客户提供的安排 高盛可能会被处罚 看看港股在美国上市的预托证券方面 造价是教本港收市个别发展 看看个别价格方面 汇控收市接合港元造67元 是教本港收市跌了0.5% 中石化 7.58 是升了0.1% 中联通 16.26 是跌了0.1% 中石油 9.98 是跌了0.3% 中海油方面 15.52 是跌了接近3% 中国移动 80.05 是升了0.1% 中国旅业 5.3 是跌超过1% 最后国售 19.27 是升了接近1% 接着看欧洲股市方面 看到欧洲股市昨晚是个别发展 伦敦富士100指数昨晚是升了24点 报5,418点 法兰克福dex指数是跌了54点 报5,730点 而巴黎cat指数是升了9点 报3,265点 接着看油价方面的走势 看到纽约10月股油是收报在88.93美元一桶 是升了12美先 在墨西哥湾一个热带气旋正在 酝酿 而当地的产油设施是需要关闭 支持油价做好 而伦敦布兰特股油是收报在114.29美元一桶 是跌了56美先 主要是受到投资者对经济前景的忧虑影响 接着看黄金方面 见到外围金价是下跌 美国上个月 制造业采购经历指数是较预期理想 舒缓投资者对经济衰退的忧虑 对黄金的避险需求也都降低 见到纽约12月期今是收报是1829.1美元一盎司 是跌了2.6美元 接着看汇价方面的走势 数据显示 大部分欧元区国家上个月制造业 数据是萎缩 其中德国的制造业增长是大约两年来最慢 刺激欧元的沽盘 见到欧元兑美元就跌至1.426的附近 瑞士法郎对主要货币就继续上升 欧元兑瑞士法郎就跌了2% 而美元兑瑞士法郎也是跌超过1% 看看美元汇价 见到美元兑港元做7.7852 兑日元做76.9288 欧元1.4266 英镑1.6186 瑞士法郎0.7947 加元0.9763 欧元1.0715 樓元0.8515 接着看美国国负债券方面 见到10年期国负债券的知识率 是做2.14 而30年期是做3.5 接着看市场方面的数据 就见到欧元区8月份製造业采购经历指数的中值是49 近两年来第一次跌穿50的水平 显示行业出现萎缩 我们将时间交给Anita 继续看环球股市的表现 谢谢Lisa 介绍我心目的嘉宾 来自我们要财证券 研家报的高级分析员 直耀辉先生 Stanley 你好 不如说说昨天美股方面 公布了不少数据 包括 包括美国ISM製造业的指数 现在是维持增长 另外 上星期首次新领拾业 救济人数也减少了1.2万人 其实 想和Stanley谈一下 其实美股方面 昨天跌了百多点 现在美股的形势是怎样 可否和我们分析一下 基本上 你看近日美股的走势 都似乎 两个比较大的情况 第一就是一些经济的数据 特别是如果今天来计 说今晚 就会公布一个就业的数据 情况 大家看之前ADP的数据 或者说近日美股经济的数字 你会看到 局比现上 应该预计都不会太好 大家预计 就业的情况 仍未得到一个 选择的改善 另一个比较关键的情况 大家比较憧憬 就是说QE3 和一个就是就业数据的情况 而昨晚的下跌 当然 你会说一些 个别的数据 比预期为差 另一个方面 大家比较关注 今晚 数字上 会不会是有机会 冲上一个比较大 利人意外的情况 如果大家留意 前几个月份的时间 每逢公布 美国公布 就业数据的时间 美股的波动 相当之大 在连升了第四天的时间之后 如果你说昨晚 有些获利沽盘 先行套现 或先行离场观望 我觉得都是正常 亦都是 可以这样说 拖累 你看到 昨晚美股有个 比较明显的跌势 好 不如又讲一下 现在 展望九月 今天九月二号 也是 今个星期 最后一日 加日日 不如讲一下 其实 来着 九月份 我知道有不少 重要的疫情 可能会出现 不如和我们 略略讲一下 其实 九月份 市况会比较波动 和 比较多的变数 会存在着 正如刚刚提到 今晚 美国公布 一个特别的数据 而下星期 轮到 奥巴马 刚刚说过 刺激经济 方案 可能会出台 此外 在九月份 其实很多 欧洲国家 基本上 都会开始 商讨 本身 之前的一个 欧洲金融稳定的 机制 会进行一些 投票 究竟通不通过 这个机制 都会进行一些 投票的议案 另外 下星期 星期五 轮到内地方面 又会公布 CPI的数据 到20 21号 联储局 又会开会 又会 中人一些 议息 可能会 公布 QPC3的情况 所以 你见到 今个九月份 市场里面 充满着很多 变数 所以大家知道 币份市场 波动比较大 也比较 偏远 九月份 能不能够 比币份 做好 我觉得 都要看 几个比较大的 议案 特别是 金融稳定机制 能不能够 各国的通过 以及 QPC3 以及 下星期 能够公布 市场市场 市场的方案 与否能够达到 显着的效益 不如说 各地的 PMI数据 内地方面 的PMI数据 微升 但是 欧洲方面 或美国方面的数据 是否比预期差 整体看 欧洲方面的情况 真是 令人有点担心 例如 各地的地方 例如 希腊方面 你看到PMI的数字 基本上仍然都 做得比较 相当之轻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会见到 当地的 PMI的情况 亦都是 在数字上显示 真的相当之差 所以都可以反映 你说见到 整体的情况 其实真的 不是那么乐观 当然 再看 之后的情况 特别 你看到 欧洲 相对比较强的国家 例如德国方面 都已经开始 看到 PMI方面 都开始迫强50 这个临界点 一个 游胜选顺的水平 最远在这个层面上看 我都觉得 这方面 不能忽视 如果PMI 再双下去 变相都会担心 经济是否出现 全面性的收缩 现在这样的话 就可能对 个别地区的 尤其的气氛 和本身的 普遍事人方面 都能带来 一些新的冲击 我想问一下你 经常都在说 譬如大家担心中国的经济会硬着陆 其实 你如果看回今次的 PMI数据 是否软着陆的机会 比硬着陆 初步看 都会这么说 PMI始终 手蚊 50 这个 是分界线的水平 就是分界线水平 回到上面的话 只能说 本身的 发展方面 是 稳定的状态 但 至于是软着陆的话 我觉得 都要再看其他数据 才能配合 好 谢谢 Stan 我们都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有开市 这样的环节 再和大家看开市之后 讲股表现 盘前的价 恒指跌27点 20557点 国企指数跌7点 10914点 成交有17亿 期指跌6点 最近20395点 低税163点 成交量有3600多张 稍后回来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